3号上午开始 台东县金丰乡新兴村的村民 陆续撤离到泰玛里乡的大王国小 志工掌握到讯息 评估需求 马上进行物资准备 目前有跟我们申请 扶会床50顶 毛毯90顶 还有一些食物的需求 扶会床早早备妥在泰玛里环保站 由村子里的年轻人协助搬运 共同出一份力 铺上红十字会提供的毛毯 结合不同单位的爱心 让长者和幼童可以更安心舒适 比较方便 如果先生的腰不好 他这样子起来上厕所比较方便 非常感谢像这次基金会 在这部分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物资 民生的一些用品 志工也前往卖场 为村民准备收容期间的生活物资 和简单的食材 希望他们都能安住身心 平安度过风雨 大海新闻 林素月 黄文琦 邓明怡 台东报导 我从来的身边有少年轻人 我认为有什么样的 我认为有什么样的 有些人呢 我认为有什么样的 我认为有什么样的 这些呢 我认为有什么样的